有些人,新伟成说明 同时他一口砂糖一口屎 他说现在要应对调缝的资源 去应对中国的挑战 但同时他也说过一些说话 好像在淡化中国的威胁 因为他之前说过 在他参选的时候 说中国是头等威胁 现在他突然间说和中国脱钩是很愚蠢的 第一一口砂糖一口屎 第二我们都说过很多次 大家不是想中国死 而是要中国拥抱现在的供应链和生产链 因为在整个保守党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对华英派 譬如我们之前说的 都很帮香港人手足 施哲安 前外交大臣 是的,前外交大臣 亦都有老的 彭定康 上议院 外交系统有很多对华英派 当然对现在新伟成 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是有些不满的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全面脱钩 没有人说要全面脱钩 就算是欧洲也这么说的 不是说要全面脱钩 全面脱钩就是完全不同的做生意 财金系统出身的官员 说话一定滑头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这些就是正所谓一口砂糖一口屎 政治的东西是很复杂的 不会说完全不跟你做朋友 不跟你做生意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 承认了现在和中国进入冷战阶段 但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扯战扯退 我现在是跟你保持距离 我应对跟你做生意 他说对英国经济 都是一个威胁 你之前你记不记得杨晓光 你记不记得谁叫杨晓光 驻英国的外交官 帮郑希元说话 他警告英国佬 不要包庇港独分子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有代价 因为他警告就是说 中英的贸易 贸易量很庞大 又说英国和中国进入最多货 其实事实上也是 尤其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在和中国脱钩来说 你当然很难做到 尤其是现在英国的通胀危机这么大 不是说你选择在哪里进货 如果你说 完全是在贸易上杯葛中国的话 英国可能会有更大的通胀危机 当然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也可以配合美国 澳洲西方的盟友国家G7 逐步减低对中国的依赖 其实已经足够了 就算欧洲 欧盟主席冯德来恩今天也说 我们不是说和你冷战 不是说要和你脱钩 但是我们会开始和你保持距离 我们开始减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亦都是我们要 diversify我们不同的生产链 这个是风险管理 实际上都在做 很多人都搬厂去越南去印度 其实不需要完全脱钩 你开始令到中国的经济 尤其他在做外贸的经济领域 譬如你做厂 中国做厂 那些就业越一一不断流失的时候 那个漫长的痛苦过程 其实就等于零次 你现在的工作的经济位越来越少 我们一直都说 我们一直都说 不只是长三角 不只是猪三角 长三角 现在都越来越多人 是人浮于事 九元个钟都会有的 那你凶得什么出样 不需要的 不需要完全设单 完全设单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在中国呢 是会有两亿的失业人口 做外贸相关的 那不需要的 逐一逐一切 你现在的失业的问题 越来越大 失业问题 就带来中国 它自己内部的社会危机 但是对于上游供应链来说 你有这些危机 某程度上都是好处 人工再便宜 是不是 那我就重新和你开刁 那如果以后 刁文牛 又可以回大陆叫街 又可以便宜一点 那当然是这样玩的 那些什么东莞 那些什么东莞 那些多少色 那些点心子 又可以光复回 始终各个问题 就是 做厂 做这些生产的人 一定是最冷血 一定是这样想的 因为 你好话没听 我买件衣服 我的毛利是多少 大部份的人工 既然都是人工 那些人工便宜 那些人工便宜 现在中国方面 当然 又在这儿发烂炸 现在美国 英国 澳洲这三个国家 又在这儿不坏好意 现在是谴责这个 他们三国联手 就在这儿搞潜艇 其实搞潜艇最大的 最大的破坏力 就其实就是 令到你在南海 威胁能力大减 首先削弱了 正所谓 冰法来说 最好就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武備上 即是你现在 你强化澳洲 既然 强化 对台湾的防守线 其实就已经等于 在事先上 在需要打战之前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架势 令到你不能够挑战 你不敢打仗 正正就是因为 我们的西方联盟 在太平洋的军力 是远比中国为敬 那你哪里打呢 一打即输 即刻变成隔五战争 有历史可缓 你不打游至可 一打就立即露底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习近平也不是完全傻 我们上个星期 我说 习近平开口骂 罵美国佬 其实他也不是完全发癲 首先 新华社的英文稿 就不敢指明是美国 这个是此其一 第二 就是他说完之后 他对什么人说 他是对民企说的 然后叫你们 叫你们发挥好这个创意优势 这个状况是等于李克强 他就跟那些地方官说 我只得一份用来救灾的家当 其他的事情自己想办 这个是卸博大法来的 你骂完人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 你那个contest 你究竟what next 你之后想怎样 你说些什么 是follow up的 你骂完美国佬 如果我指名道姓 叨够拜登 叨够拜登 叨够拜登之后 我是不是要大家更加支持我 去挑战拜登这个霸权 是不是 他有没有集元气弹 他有没有高举 大家给点力我 大家给点能量我 扔够美国佬 又没有 但是如果你看回 例如你《产经》新闻里面 他就完全不跟你说 习近平他那些slogan 反而他比较强调一件事 就是共产党今时今日 是哪方面放宽了 第一件事 他集中了资源去搞这些 液化天然气运输 第二件事 既然Elon Marks Tesla在上海做了超级工厂 那就用尽他的优势 发展自己本身的电动车产业 他尝试把电比亚迪进军日本 日本有很多商用车 他凌智市场 都开始感觉到危机 第三件事 就是中国的能源消费 黄金储备 原来一直都在升高 这些东西 就是看到 习近平表面上的口 是说得很硬 但实际上他做的事 他的准备是很合理 亦是很充足的 至于有网有问 如果美国佬加入的话 香港会不会有危险 其实美国看得很悲观 他现在去做准备 起码会告诉你他悲观的理由 你说大西元智库上个星期 都出了一份报告 叫你们省定一点 现在外商 美国的商人 现在还在香港有投资 你们自己都要省省定定 香港发展变质 特区政府已经不是高度自治 他已经是一个扯线公仔 未必是会捍卫联会制度 既然他捍卫制度也做不到的话 你现在香港的投资 分分钟就会变成人民币 如果去到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叫你执生 如果你说 他的说法就是 特区政府既然没有高度自治 没有讲人自讲的时候 大陆说什么 现在习近平经常说避战 你讲讲下变成真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变成真的话 那你后悔就太晚了 你经常以为 习近平说一下 这个瘋子 这个瘋子 特匹中国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的 以为是这样 我们以前也以为 香港对于中国来说 有这么多既得利益 有这么多他们投资利益 有这么多战略利益 不敢轻举妄动 不敢撕毁中英联合声明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就来到这里 对中共来说 只有政治安全是最重要的 什么经济安全 大家吃不吃饱饭 他吃得饱饭就可以了 你们听话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们肯做韭菜 你们逆来顺受就可以了 是无所谓的 以前我们 吴明德教授 在花生台都经常说 真正的中国 实际上只有1亿人 一亿人都没有 现在都出不够粮 对于共产党来说 是那些人搞得定就可以了 后面那些不拘捕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 差不多了